做到屁股會痛喔 辛苦了啦 三天兩夜齁就是這樣 我也有經歷過齁 這個時期 但是 以後齁法理基礎 它會是台灣民政府執政之後 台灣所有裡面你們這些童心 最重要的一個武器 當台灣民政府執政之後 2400萬的台灣人民湧過來啦 給你們 台灣的國際地位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樣 哪有辦法幫你解釋 你想不到你不要 你要知道 你要了解 你要幫你解釋 為什麼台灣現在會變成這樣 所以法理呢很深奧啦 歷史本來就是比較無聊的課題 但是 你一定得很清楚 為什麼台灣是日暑美戰 好不好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到 頒布了明治憲法對不對 進入了什麼 1941年之後 太平洋 美日太平洋大戰 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有沒有發現這個時間有點奇怪 1941年 啊什麼時候頒布憲法的 還記得嗎 不能按 不能按 喔好謝謝 1945年 1945年4月1號對不對 然後 1941年的時候 第二次世界大戰 有沒有發現時間重複了 重疊 有沒有發現時間重複了 就已經在打仗了 就已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就是台灣人歷史薄弱的地方 請問如果今天戰爭了 你們會幹嘛 那是戰爭的燒爬啊 你會怎樣 逃命對不對 趕快逃命對不對 請問你還會關心 台灣下達了什麼造書 台灣現在變成誰的了嗎 頒布了什麼憲法嗎 那個時候幾乎所有的人民都在逃命 對不對 保命 關心戰爭 所以這就是歷史記憶很混亂的地方 然後呢 1945年的9月2號日本投降 這代表什麼 剛剛1945年4月1號頒布明治憲法 1945年9月2號日本投降 這樣差幾個月而已 差不多五個月嘛 有沒有發現時間很短 有沒有 但是今天時間不管多短 當台灣澎湖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是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跟今天你們跟你太太跟你先生去公正結婚出來 他換你的身份證才三分鐘 但是你是不是結婚成功啊 是不是 除非 除非你再簽離婚協議書才有可能離婚對不對 是不是還要再辦一道程序 可是台灣跟澎湖到現在 有再割讓出去嗎 沒有齁 所以即使時間很短暫 但是台灣跟澎湖已經是日本天皇的領土了 但是邁克阿瑟將軍當初在1945年9月2號的時候 同盟國盟軍最高統帥頒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他決定將日本五馬分屍 為什麼這麼恨日本 美國在日本他是不是有偷襲美國的哪裡 珍珠港 美國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 所以美國是不是主要的戰勝國 因此主要戰勝國有權力分配日本的領土 但是當時美國他也是剛大戰完嘛 他也是有花了很多的兵力跟戰力啊 因此日本的領土他沒有辦法全部都親自佔領 他必須分配 當他分配給別人代理佔領的時候 他決定將日本五馬分屍 因為當時的日本非常厲害 他害怕日本帝國主義再次崛起 因此日本的北方四島由俄羅斯 代理佔領 韓國獨島日本本島由美國親自佔領 琉球聯合國托管 台灣跟澎湖呢 交給蔣介石集團代理佔領 那要了解嗎 為什麼美國要交給蔣介石集團 其實美國沒有想很多 他只覺得說 或許華人會善待華人 那要了解嗎 語言好像比較能相通 他叫是這樣啦 結果他沒有想到 把台灣跟澎湖交給蔣介石集團之後 發生了多麼悲慘的事情 之後我們就進入了什麼 痛苦的時間 1949年10月25 交戰國佔領日 蔣介石集團來台 在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之前 有兩個月的時間 台灣是沒有政府的喔 請問一個國家沒有政府的狀態下 人民會幹嘛 沒政府沒警察 要做什麼 搶劫要不要暴動 趁機搶劫7全聯 對不對 是不是 可是呢 大家知道嗎 台灣 剛剛我們是不是有看到很多學生 跪著在幹嘛 念書培養什麼 武士到精神 台灣當時除了科技水平 各方面的水平很進步之外 連文化全民的人民的文化素養 達到一定的水準 台灣兩個月沒有政府的狀態期間 沒有暴動 台灣人民自己成立自衛隊 自我管理 有夠嗎 這不是任何一個國家都做得到的耶 這是不是很難得的事情 當時台灣人喔 很善良很淳樸 他就想說 我們喔 認真喔 想說自我管理 好好的等待 以為要回歸什麼 祖國的懷抱 很傻的喔 可是你說他傻嗎 我來問大家 今天喔 打仗 讓你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戰勝國 一個是戰敗國 你要選哪一個 你要選戰勝國還是選戰敗國 傻也要選戰勝國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上公的地方 了解嗎 我就覺得說 當時的台灣人就覺得 我要選戰勝國 所以呢 我選擇蔣介石集團 然後以為回歸祖國的懷抱 我就成為戰勝國 這樣有說嗎 沒有真正了解台灣的歷史地位 不知道我們已經是屬於日本天皇的領土 不管人民你以為我們要選戰勝國就選戰勝國 結果呢 本來想說可以過好生活 結果 剛剛有沒有講到 聯王政府中華民國跟台灣落差有多久以上 一百年以上齁 你知道嗎 剛剛有沒有看到台灣是不是很先進 文化素養高不高 高齁 結果你知道蔣介石集團他們怎麼來台灣的嗎 插花花 破民謠 來到台灣 當兵的齁 那些兵啊 就跑去雜貨店齁 把那老闆娘買一個水龍頭 然後把那個水龍頭插進去 然後就唇 嘿嘿 怎麼沒水 就想說這東西壞掉了 再把他拔來 然後再拿去還給那個雜貨店的老闆娘說 你賣的東西是壞掉了 我回去水都沒水 他們連自來水是怎麼來的都不知道 這樣文化落差大不大 這樣的台灣交給這樣的落後的蔣介石集團 請問會不會發生戰爭 會不會發生暴動 台灣人民絕對受不了 那怎麼辦 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 從來他沒有想過 台灣啊 是一塊肥羊 物產豐饒 一年山收 魚米之鄉 地廣人稀 只有600萬人口 太好了 我想辦法把他 讚為己有 1946年1月12號 以一道行政命令 將台灣全體人民集體強迫規劃為 中華民國的國籍 也就是現在各位手上拿的那張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他們沒有問過你的意願 依照國際法跟萬國公法 他必須要給兩年的人民的思考期 自願意願合法 才可以 但是他沒有 他只想將台灣拒為己有 到手的大肥羊 可以殺可以載 因此 強迫規劃為中華民國國籍之後 發生了什麼事件 1947年2月28 台灣人民歷史很黑暗的一頁 228事件 我一開始是不是有講 我這個年紀是政治能感 我以前在讀歷史課本 我從來沒有想過228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他對我來講 只是歷史課本上的一個事件 我沒有感覺 我真的沒有感覺 我是來到台灣民政府之後 我了解本土台灣人真正的歷史之後 我每次講到這個 我都會覺得痛苦 心裡面就會心疼台灣人 為什麼 大家知道嗎 在日治時期 我們多麼的進步 我們訓練了兩萬到三萬的歷史精英 政治精英 他們這些裡面有醫生老師律師博士碩士 他們足以組成什麼 堅強的內閣議會政府 這一些人他們知道台灣真正的歷史地位 包括剛剛那個陳陳波 他怎麼死的大家知道嗎 出了車站 雙手合掌 鐵絲從手掌中間穿過去 跪在地上 砰 就地槍決 沒有理由 沒有原因 這叫屠殺 他將這兩萬到三萬的政治精英 全部屠殺之後 長達了什麼 這個歷史上最長的 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的 白色戒嚴恐怖 大家知道嗎 戒嚴時期 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 我等了 足以將在場所有的人都洗腦成功 如果你們半夜還敢講什麼 你暗時的你就不去 這樣子 殘害台灣的人民 將你們洗腦之後 到現在你們不知道台灣真正的歷史是什麼 殘不殘忍 可怕嗎 很可怕喔 所以 再來 1949年6月15日 四萬塊 換一塊 公然搶奪人民的財產 三七五減租 三七五減租 大地主變小地主 將本土台灣人的財產 全部收刮一空 當時 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還不是很清楚的時候 我跟我弟弟說齁 台灣民政府的事情 我弟弟他是台大生 高學歷 高知識分子 精英 我講到這個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四萬塊換一塊 淨償的啊 台灣當時物價通膨啊 你如果不用四萬塊換一塊 怎麼穩定台灣的經濟 我當時回答不出來齁 我還沒考進手 我就覺得對啊 他講的也沒有錯啊 你要穩定台灣經濟是要這樣 可是啊 等我讀完之後 我才知道原因在哪裡 在這個時期 中華民國國民黨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產黨 當時在中國 國共內戰 自家兄弟在中國在打仗 他接到了美國 派給他的代理佔領台灣 來到台灣 請問打仗要不要錢 他將台灣手無蹭鐵的人民 財務全部公然收刮一空之後 運去支柱他的國共內戰 請問台灣物價會不會通膨 絕對通膨 當時在日治時期多少人 吃得飽穿得暖 他們一來之後 全部餓死街頭 然後再將你們所有的精英 全部屠殺 有空嗎 所以 就這樣公然搶奪人民的財產 造成惡性的物價通膨 台灣政治方面 行政長官成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權 極於一身 海欄軍事大權 這樣的官僚作風 很可怕 當時台灣 產生的狀況 跟當時日治時期的紀律嚴明 比起來是相差非常的大 這就是歷史記憶 大家有沒有看新聞 知道柯文哲柯P嗎 在228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哭 他就是228事件受難家屬 他的爸爸 然後也認識陳陳波 所以當時他很清楚 到底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樣 所以身為本土台灣人 我們要很清楚自己本土台灣人 真正的歷史是什麼 結果終於在1949年10月1號 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國共內戰 他戰敗了 中華民國在國共內戰戰敗 當一個政府 被趕出他的首都南京的那一刻 離開他的領土 他在這一刻就成為了流亡政府 我終於知道 中華民國為什麼是流亡政府了 大家了解嗎 他除非再回到他的領土 他再回到他的首都南京 他才有可能變成政府 因此他在台灣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印象 他都叫台灣人要怎樣 反攻大陸有沒有 請問跟台灣人有什麼關係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他自己國共內戰戰敗了 要本土台灣人去替他反攻大陸 所以當這一刻他就成為了流亡政府 所以呢 我們會問 美國你是主要戰勝國 台灣人民呢 被你派來的蔣介石集團 凌虐成這樣你還不管我們 台灣的死活嗎 美國他有想要管 他那時候他沒有想過 怎麼會這樣 蔣介石怎麼會國共內戰戰敗 他沒有想到他這麼爛 那戰敗成為流亡政府之後怎麼辦 他有想過要將中華民國趕出台灣 可是這叫好死不死 當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收留他 台灣當時又沒有主人 因為日本戰敗了嘛 他們自顧不暇 那台灣怎麼辦 當時發生了韓戰 1950年韓戰爆發 美國他必須要去打韓戰 然後呢他必須有一個人來顧著台灣 立場必須跟美國一樣 然後當時這是誰 蔣介石集團 雖然他已經是流亡政府了 可是第一個沒有國家願意收留他 第二個台灣又需要立場跟他一樣 要反反共的 因此中華民國就這樣 苟言殘喘的在台灣 留下來 請問美國因為反共犧牲了誰 犧牲了台灣 犧牲了台灣 所以但是美國也知道 台灣絕對不能落入 中國的手裡 在1952年4月28 舊金山和平條約簽訂的時候 當時也就是我朋友問我的 合約的第二條有聲明 日本承認朝鮮獨立 已經放棄台灣澎湖的主權權利 為什麼呢 日本天皇的領土主權並未放棄呢 這也下面意思 他已經放棄了台灣澎湖的主權權利啦 在理來講就是放棄了 為什麼他還可以擁有台灣的領土主權 你的意思很簡單 譬如 這個教室 我在上課對不對 我在使用 這個地主啊 他其實在十年前 他就告訴我這個土地 他沒有力量來管理 所以他交給我使用 然後呢我就把這個土地拿來蓋教室啊 拿來上課 十年後喔 我就說這塊土地是我的 可不可以 可以嗎 可是他不管是了啊 這土地其實都是我在用 可不可以是我的 不可以 因為沒有簽什麼 沒有簽土地權狀對不對 那當時這個地主放棄什麼 管轄權 管轄權 但是他擁有領土的 所有權 對不對 主權 日本天皇的意義也就是在這裡 當時他放棄了台灣跟澎湖的管轄權 但是他擁有台灣跟澎湖的什麼 領土 主權 他有簽 哥讓土地權壯嗎 沒有齁 所以有人會問 不是有三個公報嗎 開羅宣言破字膽公告跟日本祥書 全部都說台灣跟澎湖應該要還給中國啊 為什麼沒有呢 什麼叫做單方面的認知 單方面的認知也就是 三人要在玩家啊 要在玩家 要搶這顆球 這個男生說 球要還給這個妹妹 那個妹妹也說球是他的 可是這個弟弟說 你們搶來搶去 我又沒有要賣給你 我那個發票還在我的口袋裡 請問球是誰的 球是有發票的那個人的對不對 在戰爭的時候 中國他們都說 台灣跟澎湖要還給中國 請問日本天皇有沒有同意 沒有 有沒有簽約 沒有 戰爭的時候 簽的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放棄的是什麼 管轄權 他有放棄領土主權嗎 沒有 所以他也沒有簽土地權壯對不對 因此我剛有講了 在下官條約之後 有任何一個條款 有將台灣跟澎湖給各讓出去嗎 沒有 那你了解了嗎 土地權創在誰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因此台灣跟澎湖的領土主權 就是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他們有對台灣人民關心的義務 所以這個是 我當時啊 要進來台灣民政府 我就覺得台灣的人民 包括我自己 就很像一個跳蚤 跳蚤耶 為什麼是跳蚤 你知道嗎 這個世界上跳得最高的動物就是跳蚤 他可以跳比自己身高高一百倍 這樣有夠嗎 很夠的對不對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我們拿一個蓋子把跳蚤蓋起來 然後喔 你就拍桌子 那個跳蚤就會跳你知道嗎 他就會跳很高 你拍桌子的時候他就會撞到那個玻璃 你知道嗎 你在拍的時候 跳蚤有跳嗎 他還會再撞到還是會跳低一點 他會跳低一點 那你就把蓋子又換矮一點 你再拍他又撞到 那你再拍他又跳低一點 這樣有跳嗎 你就一直把他起人 戲弄他你就把那個蓋子 越換越低越換越低 接近桌面 你在拍請問他跳不跳 不跳那他怎麼辦 用爬的 喔他就不跳了喔 他就用爬的喔 然後你把蓋子拿掉喔 你在拍已經沒有蓋子了 請問跳蚤跳還是不跳 跳還是不跳 不跳了 從此以後這一隻跳蚤 他就變成了爬蚤 他就不是跳蚤了喔 因為呢從此以後他都用爬的 這叫什麼 台灣人民的自我設限 你知道嗎 那常常我會 跟我的朋友 我想 欸你相信啊 台灣人以後會變得很有錢 你說哪有可能 我說絕對有可能 怎麼不相信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之後 我們不用再每年買幾兆的軍購 大家知道嗎 然後南海的石油為什麼不能開採 美國不能採 日本不能採 中國不能採 誰可以採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之後 說不定有一天我們也可以戴著阿拉伯 那個白色的那個帽子在那裡飄飄 變殘油國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什麼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因為台灣的國際地位到目前為止沒有正常化 因此很多國際之間的情勢 我們要會看要會懂 你要知道台灣的人民的生活絕對可以過得比現在還要好幾百倍 所以台灣國際地位為什麼要正常化 對每一個台灣人民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樣大家了解嗎 所以我們是誰發現的 在2006年的10月24日 我們的秘書長林志生大家都有看過 他帶領228名228事件的受難家屬去控告美國政府 堅持為台灣人走出一條路 大家知道他關在一個多少的房間裡面 然後呢那個原文書疊得跟人一樣高 裡面是什麼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他讀那些歷史原文書 從裡面找到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 因此2008年的3月18 美國聯邦法院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灣人 people of Taiwan 無國籍 這意義是什麼 如果今天我 我是本土台灣人 我嫁給了一個飛翁 請問我生的小孩子是誰 猜猜看 飛翁 還是台灣人 飛翁 我如果今天嫁給一個飛翁 我生出來的小孩子就叫做小飛翁 大家了解嗎 為什麼 因為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可不可怕 可怕喔 所以這跟我們的本土台灣人都很有關係喔 然後 19 2009年 4月7號 美國聯邦高院判決 台灣人無國際承認的政府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煉獄 台灣人無國際承認的政府 這大家應該都知道啦 我們一直以來 不管是聯合國 還是出國 我們拿的護照 我們受到的都不是一個國際間的對待 這大家應該都很清楚啊 那為什麼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煉獄 什麼叫政治煉獄 從陳怡也就是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說 他將本土台灣人強迫規劃為中華民國國籍 有計劃性的將本土台灣人排除在公家機關之外 大家知道你們那一張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後面有一個條碼可以幹嘛 判別你們的身份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後面有個秘密條碼 有這樣你們看吧 你們身份證的背後 然後的右上角 你摸摸看 下午一個條碼 透明的看不到的 但是你摸得到 凸凸的 請問一個條碼 為什麼要做透明的 有什麼事情 什麼秘密是不能公開的 你光想就知道了 所以 大家知道我們的秘書長 跟馬英九是同學嗎 知道齁 大家知道他成績很爛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但是還可以讀哈佛對不對 有沒有偷偷給他加分 有齁 給他獎學金是拿誰的錢 拿誰的錢 你們大家的錢 本土台灣人納稅人的錢 來供應這些 當初這些流亡難民 包括現在的18% 可不可怕 知道這些農民他們健保 看醫生什麼都不用錢 然後每天就貼著一個什麼 農民 榮譽的難民嗎 榮譽的難民 流亡中華民國帶來的榮譽的難民 然後我們要養他 生活過得比他可憐 他沒事去公園那裡耍外單工就可以有錢 這樣有好嗎 很好嗎 知道台灣為什麼財政很可怕嗎 知道希臘破產了嗎 希臘為什麼會破產 我們是18%他們是一成 比我們更厲害 所以他們基本上破產了台灣比他更嚴重 要了解嗎 有恐怖嗎 就是這些 大家的福利都不好 最好的福利全部都是拿去養他們 這樣了解嗎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正是本土台灣人二戰之後 首次向美日太平洋戰爭征服著美國 依照國際法戰爭法 舊金商和平條約及美國憲法提出告訴 2009年8月6號 美國政府代表國務院宣布放棄抗辯權 欸 放棄抗辯權意思就是說 我放棄了 代表你們說的是真的是對的 那是這樣一位 是不是應該要將政權還給本土台灣人 是不是 為什麼沒有還 你就已經承認 你們 我們告你的是對的了 那你要行運啊 為什麼沒有行 為什麼 擱置本案代審 不再抗辯表示全部承認 但是依照舊金商和平條約行事 美國齁 美國齁 那當中語就說 好 你們 人權 有理 我要將政權還給你們本土台灣人 請問你們有政府嗎 你們有公務員接掌政權嗎 沒有 沒有 那我將中華民國趕走之後 請問誰要來管理台灣 所以美國說 我沒有太苛刻 我公平 當初蔣介石集團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是帶一千名的公務人員 台灣是六百萬人民 現在台灣是兩千四百萬人民 一比六現在二十四 那四比二十四 我照等比 等比因此四千名公務人員是 美國要求台灣本土台灣人最低的 最低的 這就是 各位坐在這裡的原因 這樣了解嗎 因此我們在今年的時候 我們的二度控美案大家都知道 在今年的二月二十八 我們告訴美國我們已經準備的差不多了 你應該要將政權趕快還給本土台灣人 因此秘書長有講 秘書長有講 他估計 這個總統大選的不會選 那不會選如果台灣民政府即將執政 這個速度這麼快 台灣民政府的人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沒有 我們在九月十二號跟九月十三號 全台的大遊行 我希望各位都來參加 全台的大遊行在各州舉辦 台北宜蘭新竹在桃園 台中在台中 然後台南高雄 分別都在各州的舉辦 舉辦這個我希望大家去參加 這是呢美國他們派 兩位律師還有台灣民政府的發言人 他們來到台灣 要來檢視台灣民政府準備好執政了沒有 他要看我們的策劃能力跟我們的人數 所以這兩天的大遊行非常重要 我們還會製作成專業的影片 會送去美國那裡審核 所以大家都要來參加好不好 我們今天晚上 課程結束之後會有一個分組討論 希望呢在這分組討論當中 你們可以就各州有沒有 然後問你們的副知識 或是知識 問清楚九月十二跟十三要怎麼去參加 遊行好不好 一定要來喔 因為你們即將就是台灣民政府正式官員的之一 所以這一天一定要來 我們送去美國的四千名的名單 絕對不能三千九百九十九個 要了解嗎 美國他絕對不是跟你偷工減料的 你少一個都不行 你要想四千名接掌台灣的政權 已經是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啊你這麼多的行政單位 你把四千名的公務人員都丟下去之後 其實一個人啊下面要分配六千名 要有多嗎 要這麼多 所以呢公務我們的台灣民政府的人員 其實是遠遠不夠的 所以各位同心 進來台灣民政府速度要快 趕快跟上台灣民政府的腳步 因為這個速度 接掌政權像秘書長講 各位同心你們喔 應該是這時候可以禮拜就是 第四人有消耗忍有保備喔 大家知道台灣民政府 很多像我們在吃飯啊 有沒有看到很多中央志工 行不辛苦 他們都是已經革命好幾年的同心喔 所以各位你們現在進來 只要幾個月的時間 就能見證台灣歷史的改變 這是一輩子都很難得遇到的事情喔 所以要好好珍惜 把握這時間為台灣盡一份心力喔 所以這個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還沒有去辦的一定要趕快去辦 這在今年的1月1號 已經全球194個國家都通用了 你們可以去試試看喔 進美國白宮都可以用這張身份證 它下面有一個USMG 也就是美國軍事政府所核發喔 裡面的晶片呢 你如果拿起來這樣子看 它裡面有12道防偽線 喔 如果現在你隨便上網打 或者是看報紙 我們台灣民政府都已經有在 做很多的報紙跟廣告喔 這是很不簡單的事情 這表示台灣的媒體看到了 媒體精不精明 精明 他不會亂報導的喔 除非你的局勢已經在轉變了 如果不是局勢轉變喔 之前叫他看他也不會願意幫你看啊 這樣看得懂嗎 很多都已經在在的顯示喔 自由時報千人見走走出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這是我們台中主啊 當時呢我們辦的千人見走的活動喔 這裡有一個 青年級的楊小姐的 所以 謝謝 所以大家知道嗎 在接受這個訪問的時候呢 有一個重點喔 最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媒體啊 有沒有喔 被封鎖 那個記者喔 很明白啊 他們來採訪你的時候啊 其實很多齁 他們在裡面都已經寫好稿子了 他們已經寫好稿子了 來你這裡只是給你照個像而已 回去啊 不管你講什麼他都不在意 反正他想怎麼寫他都已經擬好稿子了 上頭指示的 所以今天不是說媒體來給你訪問 他就一定會就 具實報導喔 不是說今天你講什麼他就會真的報導喔 他只剪他要講的話 然後他想講什麼想要抹黑你 然後怎麼樣想要怎麼樣給你報負面的報導 他們上頭早就都指示好了 全部都已經寫好了 他來只是給你補拍鏡頭而已 有恐怖嗎 可是為什麼會有正面的 局勢在轉變喔 局勢正在轉變 不只這個 我們的台南新竹高雄 都有很多正面的報導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以假亂爭欺騙台灣70年喔 封鎖控制台灣的媒體 我剛剛就有講到了齁 我們覺得台灣應該是很開明的 大家知不知道北韓 北韓我們在看北韓的人民可不可憐 可憐覺得他們封不封閉 在現在這麼開明的社會 他們還可以被封閉成這樣有可憐嗎 那別人看台灣咧 也是可憐喔 大家知道嗎 如果你今天出國玩 你會不會去國外的圖書館 去打查 228歷史紀錄片 請問會嗎 不會喔 誰有那個閒工夫 可是呢 228的歷史紀錄片 台灣是查不到的 可是國外的網站查得到 請問台灣有沒有被封鎖 有 我們認為我們什麼都看得到 但是其實不然 只是你們有沒有去關心而已 如果你真的認真的去關心去查 你就會發現 原來台灣人也是很可憐的 捏造台灣的歷史真相 大家都知道 還有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的肇事選舉 你拿著他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去投他的議員總統 就代表你要做中華民國的人 你敢買 你們要嗎 要去做中國人嗎 台灣才好喔 中華民國流亡體制內的政黨 有誰 有誰 國民黨 民進黨 親民黨 台聯黨 新黨 民國黨 都是嘛 民進黨登記什麼 中華民國民主進步黨 他前面登記什麼 中華民國 請問他有辦法跳脫中華民國的體制嗎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所以連蔡英文 她出了一本書喔 被民進黨罵得很慘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之說 建國一百年流亡六十年 之前出的一本書喔 所以我就說我政治能敢啊 新聞報的沸沸揚揚的我都不知道 蔡英文的流亡政府之說 綠尾普遍的共識 大家都知道 結果我去到周半 他們跟我講說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我說我第一次聽到 結果我是不是政治能敢 很能敢齁 人家新聞都已經報成這樣了 大家會不會看 新聞都有報齁 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到現在還在騙 新聞都有講齁 為什麼本土台灣人他會自己在騙自己 一直在說服自己說 我們好像是一個國家 我們就不是一個國家 但是我們可以尋求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來尋求台灣真正的國際地位啊 是不是 你一直堅持台灣 或者是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請問台灣真的有辦法成為一個國家嗎 不可能齁 因此台灣真的要賣給中國了 大家知道嗎 都一直在聽對不對 但是真的很有感覺嗎 如果啊是政府在報的事件 新聞看的事件齁 你可能沒有太大的感覺 可是我有親身經歷 我的親身經歷是什麼 我姐姐 我姐姐的公司是在賣這個投影布幕的 這個機器 他是台灣的廠商 有一天我姐姐就跟我講說 我們公司快倒了 我說為什麼呢 被中華民國害倒了 我說怎麼講 要有證據啊 我有證據 我說什麼證據 他們呢基本上賣這種投影布幕每年啊 他們大部分都會跟那個什麼 公家機關配合 學校 那是不是都會添購這些器材 那添購這些器材的時候呢 本來政府齁 就是每年給你補助 一萬多 七千多 到前幾個月變四千多 四千多 對這個公司來講 就已經賠錢了啊 他就沒辦法接了啊 可是如果學校他的器材 壞掉他還是得買 請問他可以跟誰買 跟誰買 淘寶網 是不是可以跟中國買 跟國外買 對不對 跟中國買這些器材 那給學校的這些補助金 請問是誰的錢 納稅人的錢 然後台灣的中小企業賺不到 給誰賺去 中國賺去 請問有沒有變相在賣台灣 這個就是親身經歷齁 不只這樣太多了 大大小小的政策都是齁 台灣人 為什麼會窮 有原因 台灣物產豐饒 一年三壽 為什麼會窮 台灣人又勤儉持家不是嗎 免費要做 打命做 很努力的在工作 很努力的在賺錢 台灣人的能力也沒有比較差啊 為什麼窮 原因是什麼 政策齁 有沒有聽過海綿道路 有齁 來看到這個陸地上 這個氣球插在陸地的小孔上 它是不是吹起來 那代表陸地在呼吸對不對 陸地為什麼會呼吸 怎麼這麼奇怪 海綿道路喔 有沒有看到陸地有一個一個孔 下面是不是一層一層像賣飯食過濾一樣 當髒空氣吹到裡面 經過過濾層之後再出來的空氣是乾淨的 髒水雨水流下去之後 經過過濾層然後流到儲水槽的水是乾淨的 這樣可不可以解決台灣年年缺水的危機 可不可以解決空氣污染的危機 連新聞都有報 生態工法鋪的海綿道路儲水量可達70噸 厲不厲害 厲害 這種工法它可以儲水降溫防災降低空物生態保育成本 比沒有道路還便宜 厲不厲害 厲害為什麼台灣不再普遍的使用 這個道路是誰發明的 本土台灣人發明的喔 厲害嗎 全球三十幾個國家 都想要買這個道路的專利 可是台灣竟然不普遍的使用為什麼 原因是什麼 採購法 不是講採購法不好齁 但是呢裡面有太多的官商勾結 如果今天我要選一個縣長 我就跟你這個財團講 你給我支持 然後呢你贊助我 選舉如果有今天我當選了 我告訴你 接下來的這幾年有沒有的道路工程 我全部都包給你 你沒有錢的時候齁你就去外面 嘟嘟嘟嘟嘟嘟嘟 這樣就有錢啊 沒錢的時候你就去外面嘟嘟嘟嘟嘟 這樣就有錢啊 這樣了解嗎 去修道路 所以代表什麼 官商勾結 今天呢就跟這些議員投票 不要讓他通過啊 採購法他現在規定的是什麼 政府齁每年就是有一個預算在那裡 你剛開始鋪這個道路的時候 他有一筆預算 然後呢每一年的預算呢 他都會撥給你維修道路的錢 可是海綿道路呢 剛開始鋪的時候比較貴 可是之後幾乎不用維修了 哪一個比較好 海綿道路比較好 可是那些廠商沒有錢的時候 是不是沒有辦法去抖抖抖抖 對不對 請問可悲嗎 可不可憐 這就是台灣民政府齁 為什麼要執政的原因 你如果今天啊 真的能夠為本土台灣人做一些事情 如果以後各位在場的 你們之後選職位選議員的 今天我是大財團 我幫你學生 等一下齁你們通過那個海綿道路的時候 你不要給他通過 請問你會投贊成票還是反對票 要不要讓他通過 要不要讓他通過 可是你就沒有錢可以拿了耶 要不要給他通過嗎 要不要 愛 愛 這個是為什麼我們存在的原因 台灣民政府以後貪污唯一 死刑 貪污唯一死刑 台灣民政府要建立的 就是跟現在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完全不一樣的 政府 貪污唯一死刑 所以你還敢相信你眼前看到的真相嗎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他即將要離開台灣 各位看不看得懂 這一個 代表台灣參加大大小小的奧運對不對 Chinese Taipei 請問裡面有台灣嗎 沒有 沒有台灣他為什麼可以代表台灣參加大大小小的奧運 我們都沒有這個疑問 為什麼 Chinese Taipei他也沒講錯啊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流亡在台北啊 他流亡在台北啊 但是他不是台灣喔 他不是台灣 裁軍行政院廢子案平坦島建設 國共和解 你現在隨便上網打喔 都有裁軍 一個正常的國家啊 需不需要國防 要嘛 請問裁軍的理由是什麼 沒有理由 美國跟中華民國講 不好意思你被發現了 你即將要離開台灣 但是因為你是流亡政府 在國際戰爭法規定 流亡政府他只能擁有自衛隊12萬人以下 如果你擁有超過12萬人以上 你在國際戰就成為恐怖組織 因此他要裁軍 這樣大家了解嗎 為什麼要裁軍 然後行政院廢子案 一個正常的國家 照理來講就是需要很多的立法喔 但是為什麼要廢子這麼多 你打下去呢 不是一條兩條喔 是啪啪啪啪一堆 你隨便點一條進去看喔 總統馬英九江儀化 廢子國防部軍醫條例 組織條例 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要廢子這麼多的組織條例 因為用不到喔 人家會笑我們台灣人 我沒有瞞你啊 是你自己看不懂 新聞有霸啊 是你自己看不懂 是你們看不懂 不是我欺騙你們啊 我是沒有講得很明白 但是你們自己看不懂而已啊 所以本土台灣人 我們自己要會看新聞喔 政治台灣所創造 是一連串的假象跟展示喔 有沒有看過這個島 漂不漂亮 漂亮嗎 這是哪裡知道 平坦島 對喔 平坦島 有沒有看過這新聞 要複製一個台灣 在平坦島 來台灣獵財 兩岸共治 兩岸是什麼兩岸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產黨跟中華民國 國民黨 兩岸共治 台灣人 去大陸 做公務員 我爸爸他是一個政治狂熱者喔 但是講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他都不信喔 有一天我跟他看新聞看到這個 我就問他 爸我問你喔 為什麼台灣人可以去 中國當官 為什麼 我爸爸他就回答我說 我也不知道 我贏了齁 所以我爸爸也有半身分證了 為什麼 他也無法理解啊 這不是一個正常的政治現象 台灣人為什麼可以去中國當官 表示什麼 中華民國的人要撤退到平坦島去 所以迷失了台灣現在是什麼樣一個狀況 我們要看得懂 70年來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煉獄 越南大暴動大家都知道嗎 當時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他有沒有辦法保護台灣人 有他有發一個帖子 我是台灣人 這樣別人就不會跟你打了 你覺得有嗎 不可能喔 然後這個是什麼 學生被衝倒在地上 太陽花學運喔 我們有一期的學生喔 來上課 然後他是太陽花學運的學生 我就問他 我說欸 你當初去 反福茂 ECFA的時候 請問你有沒有看過福茂的條款 沒有欸 我說 你沒有看過福茂的條款 你去反什麼 欸 愛台灣啊 我說啊結果條款裡面啊 從頭到尾都沒有台灣兩個字 你知不知道 欸 不知道啊 那不知道你跟人家去抗議什麼 欸 大家去抗議我就去抗議啊 盲目盲目 很盲目齁 結果還被衝倒在地上 這樣有了解嗎 所以呢 今年是台灣重要的執政年 政治年齁 因此 我們的時間快到了齁 以後呢 台灣的下水道改成這樣好不好 這是日本齁漂亮 漂亮齁 以後這樣子騎馬路就不會拔倒對不對 所以啊 將台灣歷史齁 改變 觀念導正呢 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我希望 大家能夠見證歷史轉變的這一刻的時候 我們能夠一起努力一起團結 好不好 為台灣人真正的盡一份心力好不好 謝謝大家